今天這一集節目特別來到了河堤 大家知道為什麼要來河濱呢? 因為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賽事中的小技巧 沒錯你已經看到我拿著杯子 而且剛跑動過來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在比賽當中 要如何透過補給站的縮短時間 來讓你的整體賽事成績可以再推進5分鐘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在賽事當中常聽到我的學生跟我分享 他這次跑的時間可能是105分鐘 但他的完賽時間的成績竟然是115分鐘 為什麼會有這個時間差? 原因除了起點的位置 他可能排在比較後面的順序之外 第二個就是他水站的時間 都是用走的進水站 那如果你在每個水站時間 都是用走的進去拿水站起來喝 你可能就會耽誤30秒到1分鐘的時間 那有些更嚴重的跑者 他是直接在水站停下來 然後喝完 再吃一下餅乾 然後才離開 再開始跑 時間已經過了1分鐘了 所以不要這樣用走的 那從事往往這樣的這些動作呢 都會讓你整體的賽事成績 可能會落後個5到10分鐘 浪費在這些地方上 你要想喔 如果一場全馬比賽 可能有12個補給站 然後你停了10個 每個水站都停3分鐘 你就浪費了30分鐘在這個時間上 所以今天要來教大家 如何在補給站當中 可以用動態補給的方式 縮短你在水站停留的時間 那我們就開始試驗吧 那通常給大家一個建議啊 如果你在前面就已經看到200公尺後 會有水站出現 那我的建議啊 就是在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先拿出你口袋的果膠 然後吃完之後 繼續往前跑 跑到水站之後 拿完水漱口 然後把你的果膠跟紙杯一起丟掉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果膠通常是糖分比較高的一個補給熱量 那通常你在補給完像這類的東西之後啊 你的嘴巴突然會出現比較多彈的情況 所以建議大家 你在吃完果膠之後 一定要搭配水來做使用 不然你的嘴巴就會呈現一個比較喉嚨有殘 然後呼吸上面會比較沒有那麼順暢的情況 這些原因都可能導致你在接下來的賽事配速上 會受影響 所以建議大家 吃果膠的時機點 就是看到水站了 把它撕開來 吃完進去喝水之後 再離開水站 第二個要教大家的 就是你進水站之後 喝水跟喝運動飲料的時機點 那通常在賽事當中啊 我們會建議大家 你要先喝運動飲料再喝水 原理跟剛剛一樣 因為你通常喝完運動飲料 嘴巴會呈現一個比較有彈啊 會黏黏的狀況 喝完水漱口之後 比較乾爽的出水站 對於你接下來的訓練 跟接下來的配速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但往往賽事啊 不一定是像這樣操作 因為賽事當中 通常會是水站在前面 運動飲料在後面 那遇到這樣的情況 怎麼樣解決呢 今天就是要來教大家 你在動態補給當中啊 你跑一跑 進到水站之後啊 先拿著一杯水 但是你不把它喝掉 然後繼續往前跑 這個時候 通常我會把它換到左手 因為水站通常在右邊 所以右手拿 換到左手 跑兩三步之後 到第二個運動飲料站的時候 再拿起來 然後開始喝運動飲料 喝完運動飲料丟掉之後 再把你左手一直拿著的水 拿起來做補給 像這樣的方式啊 會對於你在賽事當中 可以有效的補給到運動飲料之外 又不會在喉嚨保持一個很黏稠的狀態 離開水站 這樣對於你在賽事當中的配速跟呼吸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喔 先喝運動飲料 再喝水 那第三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啊 就是你進水站拿完水之後 要做怎麼樣的呼吸調節 喝水 才不容易被嗆到 因為我往往很常聽到啊 有人在拿完水之後 馬上就往死裡吞下去 因為很渴 就喝下去之後就嗆到 因為呼吸還沒有調得很順暢 這個時候可能就會導致 你水沒有補充得很順利之外 還會一直在 要把那個水渴出來 所以建議大家啊 拿完水之後 我通常個人精英會跑兩三步之後 調整呼吸 刻意的做深呼吸放鬆 吐完氣 裡面胸口是沒有氣的情況 喝水進來 然後再 繼續跑 如果你是吸滿氣的情況 再喝水 你通常氣會吐不乾淨 這個時候你喝水就會很容易嗆到 因為你氣準備會吐出來 你又把水喝進去 這個時候的實際點是比較不建議的 所以建議大家 拿完水之後 把氣吐乾淨之後 喝水 回來 再重新做呼吸吐氣 這樣的節奏啊 會對於你在賽事接下來的這個調整呼吸 會比較有幫助喔 所以記得 比方一拿到水 就實力的往裡面吞 這個時候很容易就會有 漸漸的情況出現 你可能就 咳咳咳 要咳很久 才可以繼續往下個水站前進 而且補水的這個吸收 也會沒有到很全面的幫助喔 記得先調整呼吸 再喝水 那最後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啊 就是你已經知道前面三個任務的執行方式 但重點是 如果你的水站水杯沒有拿好 可能導致你前面三個任務都沒有辦法順利的執行 所以最後一個要來教大家就是你已經看到水站的水杯了 到底該怎麼樣做拿水的動作 才可以幫助你的水啊 不會露出來太多之外 又可以有效的做補給的動作 好啦 那我們通常在看到水站之後啊 水杯都會像這樣擺在桌上 那擺在桌上啊 我先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通常就是幾種除了剛剛講的啊 用走的進去啊 或停下來喝 可能水不會溢出來之外 有些人拿水的方式是直接從這樣側面 拿水 然後就離開 但在你跑動的情況下拿水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試給大家看一次 如果跑很快 然後直接拿 水會直接灑了一半掉 這個時候你的水杯原本可能有 這麼多的水 你可能就只剩下這樣 那這樣對於你的 水的喝水的效率或補充的水量 可能就不太充足 所以今天要教大家一個 鷹爪弓的方式 用這樣的方式啊 可以幫助你在水杯拿取跟 水漏出來的這個方面啊 兩個都可以兩全其美的 不會漏太多 又可以有效的拿住水杯 那突然我們看到水占的杯子會長這樣 所以我經過的時候啊 會把手變成三個像鷹爪的動作 食指會伸進去 然後把中指跟拇指夾在旁邊 所以我跑一跑啊 會直接這樣夾起來 夾起來 那夾起來的時候啊 第一個是它風口這個地方 杯原會變小 水漏出來的地方就變少了 第二個是你這樣拉起來之後 它水漏出來的這個地方 就不會太多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如果你是這樣拿著水杯 你在跑段要喝水 大部分是淋到身上 而不是喝進去 所以你如果可以這樣捏著杯子 你就可以有效的控制 它只有在嘴巴這個地方 把水流到嘴巴裡 不會有過多的水流在你的身體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狀態 所以記得跑一跑啊 你看到水杯 是手指插進去 手指插進去 捏起來才離開 那這樣對於你在跑步當中 水漲的補給啊 就不會浪費太多水分 也不會讓你的水倒滿全身 導致你的身體變得很冷 然後又沒有喝到正常該喝的水量 那我們就來示範一下給大家看一次吧 好啦 那這支影片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啊 不管在哪一場賽事當中 你可以妥善用這樣的小技巧 讓你在水站的這個浪費時間 就可以縮短更多 或許會因為這樣縮減時間 讓你就可以挑戰半碼破二 甚至是破到一百分喔 好啦 我是你的叫楊哲瑞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欸 不錯 不錯 哈囉 大家 我是哲瑞教練 我們頻道一直以來啊 到現在其實都是一些有關於跑步啊 或是自行車的一些訓練或教學分享 那其實一直以來在留言當中 有常常會有比較一些專業性的問題 包括他的訓練內容啊 或是課表上的諮詢 但往往透過留言啊 沒有辦法非常全面的回答到大家 所以我們頻道即將開啟訂閱會員啦 那開啟訂閱會員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我們分為三個等級 那第一個會員資格呢 是肉腳車手 也就是每個月小額支柱75元贊助我們頻道 那透過這樣的贊助呢 你可以獲得的包括 會員專屬影片 就是我們偶爾會有一些肉王鏡頭啊 都會在專屬會員裡面來做播放喔 那我們也會在每季不定期的舉辦 約跑或是約騎的活動 因為常常會有人問說 欸教練你有沒有要到哪裡騎車啊 或是跑步 我們接下來只要參加會員資格 我們每三個月就會舉辦一次約跑或是約騎 歡迎加入我們的肉腳車手 就可以免費參加這樣的約騎活動喔 那在肉腳車手呢 還可以加入這個專屬的LINE社群 那LINE社群當中呢 我也會親自在裡面喔 那我們在裡面啊 就會不定期的分享一些 不管是團購優惠啊 甚至是我們免費的團練資訊 加入LINE社群當中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面對面的對談囉 那最後一個好處呢 就是我們其實不定期會收到廠商的這些公關品啦 那偶爾我也會跟廠商爭取一些 可以拿出來抽獎分享給大家的這些贊助產品 那這個東西呢 就只有會員資格才會有的喔 所以你只要每個月小的支出七屬元 你也可以獲得這樣的抽獎資格 那我們接下來第二個等級呢 就是業餘跑者啦 如果你加入業餘跑者呢 除了可以享有剛剛講的所有這些會員資格之外 你還可以享有的就是我們每個月會固定舉辦 會員專屬的直播活動 那在直播活動當中啊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留言 然後來做一些課表上或是訓練上的一些諮詢 我也會直接第一線的回饋給大家喔 那業餘跑者除了直播活動之外 你每季只要參加我們的團練活動啊 還會享有特別的一些小禮物喔 所以大家每季一定要來跟我們一起團跑或是約騎喔 那最後一個也就是最高規格的職業跑者啦 那如果你加入職業跑者呢 是以每個月300元的費用就可以加入這樣的會員資格 那除了享有剛剛前面兩個講的所有會員資格之外 最特別的是啊 你還可以參加每個月一次屬於我個人跑團的免費體驗喔 那除了這個免費體驗之外啊 我們在每半年會推出一個哲瑞Jerry的週邊產品 這也只有職業跑者以上的會員資格 才可以獲得擁有這樣的週邊產品喔 好啦,我在Line社群等大家加入喔 歡迎大家一起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我們到時候見 謝謝 加油 快 兒子 加油 測忍